字幕志愿者 君子 李宗盛 大海哦 17日在社群指控多年前曾被黑人纯建周性骚扰 消息一出 曾为我爱黑社会的班底们一举一动都受到外界关注 其中胡文英两个女儿 田额和郑静兴都曾为节目的班底 性骚扰事件曝光后 也有不少网友关心询问到 他们没事吧 对此胡文英也在社群特别发文提到 曾上過黑社會短劇、狀況劇 以及特別節目 認為黑人是一個活潑開朗的大男孩 作風比較美式 看起來不像這樣的人 看到這樣的新聞真的錯誤到不敢相信 自己比較擔心的是 他兩個小孩以後會怎麼看待父親 在學校要受到多少嘲諷和霸凌 希望陳建州同學的父母 好好跟孩子說明 不要欺負無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